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像是歌手推出新专辑的大好时机 今年暑假也不例外 但是在一片白热化的发片竞争中 五个小学生推出的魔法音乐学院 竟要上G Music风云榜第二名 打败五客群杨宗伟 苏打绿 林小培等大哥大姐 实力不容小觑 而您知道吗 MV中那位才国小六年级的小男生蒋荣宗 竟是这张唱片的总策划 成为国内唱片史上最年轻的音乐制作人 留着一头QQ的卷卷毛 笑起来有两个小酒窝 小六个头已经冲到172公分的蒋荣宗 是知名作曲家蒋三省的独生子 这两个一大一小年龄相差30岁的父子 音乐天分谁也不输谁 最大的兴趣就是PK钢琴 我们是双手连毯嘛 那爸爸的部分就我写的比较简单 然后我就写的比较丰富 就觉得好像我比较厉害 也许是遗传到父亲对音乐的敏感度和热爱 蒋荣宗三岁开始学古典和爵士乐 五岁练大提琴 十岁就会编曲 而且他编的曲子还发了两张个人专辑 创下台湾最年轻的创作歌手记录 是 我鼓励他 因为他的一位同学就到纽约 然后他很想念他同学 你就把他用音乐的方式记录下来看看 他就很快的 他大概叫半个小时 后来就写出来 这首少女心仪 蒋荣宗将她纯纯的爱 画成思念的衣服 旋律优美 而这位小小作曲家 其实创作灵感 常常取自于她的日常生活 用上课的心情然后也可以写一首歌 上课的心情 就是可能来一个很好笑的老师啊 然后就可以写出一首很好笑的歌 不同的事情可以写出不一样的音乐 我觉得这是最好就是写下来表达的方式 为了见证音乐小龙王的名号绝非浪得虚名 我们现场出题请讲荣宗编曲 二十分钟后 他在五线谱上奋笔集书 不一会儿一首完整的曲子 真的呈现在我们面前 姐姐 我是描述你啊 然后这是很 这是宫廷式的音乐 就我叫公主 哇 长这么大 第一次有人为我作曲耶 而且还描述成公主 这小子的功力果然不是该的 而且他作曲不需要弹琴 音符和弦都在他脑中组织 再幻化成五线谱 哎 果然虎父无犬子 这小子已经清除于蓝了 而蒋荣宗的音乐创作才华 就连歌唱团体 男犬妈妈的蛋头都很欣赏 两人合作的歌曲 还成为蒋荣宗的国小全校毕业歌 放学回来五点了 然后五点先吃饭 然后我就去补习 然后现在因为国中比较忙嘛 因为增加数期辅导 然后就有的时候 大概一个礼拜两三天没有练到琴 因为我是直接去补习 就是一次补习就是五六个小时 就包括英文国语跟数学 然后晚上又跟家人去有用 然后当然有时候爸爸会叫我 至少要碰一下琴 其实父亲蒋三省 对蒋荣宗的栽培 就像教官一样很严格 即使上了国中 课业变重了 每天还是得练一下琴 手指磨破皮更是家常便饭 练打好 然后是侧额泥 他就会很讲究那个脂肪 然后变成有点严厉这样 他就一直口气 他都出来骂 他都出来骂爸爸 又说 阿姓你不行再这样子了 让他睡了 那你心里应该很开心 我觉得终于家里有一个英雄可以救我 蒋荣宗以他频繁却丰富的童年生活为元素 谱出一手手轻快活泼的旋律 优异的创作编曲功力令人耳目一新 未来他希望像偶像周杰伦一样 创造出跨界的曲红 继续用音乐写日记 真的太厉害了 才小六就创造这么多的不凡 您是不是也觉得人生有无限的可能性呢 稍等一会儿来看另外一个